大家好欢迎回来 那个 接下来是下半集 就是30个球场新的 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集的话 拜托一定要去看一下上一集 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好 那接下来讲一下 下半部 上一集讲到白瓦嘛 然后后来就是去了 明尔瓦基酿酒人 酿酒人真的是 我看我早 就是腹地真的超级 轻大的球场 他旁边还有两三个小球场在旁边 然后 他球场里面能够玩的东西也 超级无敌多 就是有各式各样给小朋友能够玩的东西 我现在 不太有印象 可是真的是很莫名其妙很荒唐 然后他们 中间的比赛也是 有一些有趣的吉祥物跑步啊 然后他 最有名的就是他前往有个 超级大的溜滑梯 然后只要有拳领打或什么 他们的吉祥物就会从那上面 做溜滑梯下来 就很有 很有趣 然后也很可爱 也算是有 门 有屋顶的球场 可是我觉得他的盖法 让人觉得不会那么 封闭 就是他外里 还是挖了很多孔 所以 你还是可以看得出去一点 我觉得 我会给他 应该 应该会给他一个C啦 然后我真的是看过超多 看超多人 Tailgating 在那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像我去球场真的很容易 跟陌生人聊天的一个地方 真的超容易 就是陌生人很喜欢 在球场 尤其是美国人就很喜欢跟你们聊天 所以我常常 尤其是中部人 对尤其是中部人 东西还没有人拍 对 这是实话 会有陌生人 都要赢大赛 也只有中部的球场 里面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对 因为没有这些 对所以 像我就会跟那边的人聊天啊 就聊聊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感觉 或是他们支持的人啊 就会 我都会还蛮喜欢跟球场的人聊天 尤其是在旅游的时候 这个是 酿酒人 这样有趣 一般他有开放时间给一般女动 可能没有吧 或是 应该没有吧 这个真的超有趣 接下来酿酒人玩了之后 2013年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看了 第一次去看了教室队 San Diego Padres Padres 我会给他一个逼喔 我觉得他算是 蛮漂亮的球场 然后 他也有把 天际线 就是收进来 然后他的 他的球场外面 也有一个小球场 专门给小朋友打球的地方 然后他 小沙滩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那个是 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别的装置 像 我们最近有朋友去 他就是 在野餐 对在野餐 就是他外也是有一个 草地可以让你带小朋友去野餐 感觉是 像 心子友善的地方 对 那 我们当年去教室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还是一个烂队 所以 就可以坐在很前面 但是我们后来 在去都已经是要坐超高 因为他们最近这几年 很贵 对 就是变得很强 然后已经几乎算是 LA的rivalry 就是已经变成那种 四丑四对头了这样子 可是 那球场就是 看起来就是很舒服 虽然他没有那种老老旧旧的感觉 可是 可是 对很新 可是 就是 就是你坐在那边的感觉是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喔 而且在球场里面有 顶太空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词 好那给你讲 你讲完了 我以为你忘记要讲这件事情 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 All I care 就是球场里面的食物 就像他一开始说 LA Dodgers 我们第一次去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是07年 我第一次去Dodgers的时候 应该是2008 然后 一直到我们去年 在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 喔 里面有Shakeshack汉堡了 就是Shakeshack算是 美国也 可能 或许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很喜欢 就是他算是美国 属于属于 汉堡前几名的一个品牌 跟西岸的 In-N-Out是 差不多等级的 Shakeshack也进驻到Dodgers 然后 林泰峰也进驻到 San Diego Dodgers 重点是 因为球场 通常都是晚上 你会看到天黑 然后如果你坐在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 心中会超级冷 更何况 San Diego又是在一个 他算是他盖在港口旁边了 所以他其实非常非常靠海 超爆冷 每一次去白天就是晒得要死 然后你晚上就突然一阵冷风 但是我想说好啊 其实我就很期待 那一次我就想说 在前年的时候 我想说我们去San Diego 好期待 因为我会在球场里面喝林泰峰 结果找不到 超级 我们找超久 结果就是在离场的时候发现 在哪里 发现林泰峰 但大家也不要太期待 因为他里面没有卖小龙包 对 但是他有我想要的 也没有酸辣糖 我记得 对因为那时候我的 我心里的计划 内心的计划就是 哦我就在看球场喝小龙吃酸辣 喝酸辣汤 这是会是一个多爽的事情 就没有 但应该就是有一些干料类 比如说什么炒饭 对啊 包子 包子类的东西 对对对 那你知道这个汤可能对外国人来说太烫了 可能会被告 之类的 对 可是那个看起来的体验是好 而且就 我应该说 如果我今天住在San Diego 我会毫不犹豫就是很 就是你知道 proud to be their fans 就是 那你自己 很 proud to be their fans 没有啊 就是他们跟城市也融合得很好 在Downtown里面也都看得到 就是很多人就是戴San Diego的 那个衣服啊什么的 哇 我们当年好年轻啊 好 接下来2014年 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了 Chasefield在Arizona 然后 Arizona就是一个室内球场 因为他们真的是 太热 太热 所以他们里面都会开冷气 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外延的那个游泳池嘛 是干嘛的 就是 可以 你可以预员 然后你 那整个group都可以在那里面 是像Jacuzzi吗 还是 就是泡水 就是有Jacuzzi 然后也有游泳池 所以你的 你的那个整个group可以在这里面看球赛 很酷耶 很有趣 而且就是你说不定在那个游泳池里面泡一泡 会有拳雷打球飞进来这样子 然后你还全身没有东西 但是在那边的人不在乎 但是 所以 算有趣 可是它也是封闭 我觉得 也会给它一个 D 好 你的 你的D超满的哦 D 已经满了哦 我的 D槽已经快要满了 没错 需要火冲 能量哦 按到第二排 好 那Chasefield它也是 当然它也是可开关的嘛 除了那些大头跑步以外 就 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 只是 你知道我记得那次去的时候超热 然后球场一开冷气就觉得天啊 实在太爽了 难怪全Arizona的人都来这边吹冷气 大头跑步是谁啊 就是他们一些球员 就是 对 就是一些有名的球员 像Randy Johnson什么的 好 那去完Arizona之后 2014年 就我们就开启我们的东岸棒球之旅 D站呢 我们就去了Tampa Bay 在佛罗里达的Tampa Bay 我们去看了Tampa Bay Race 光芒 光芒是一个很有趣的球场 它里面很像马戏团 就是它是一个整个大棚子盖在那边 如果你要我说的话 可能会给D或E 我觉得 那个球场满丑的 会给E吧 我觉得可能会给E 虽然里面它有很多很酷的东西 像会看到那个他们当年162的那个传奇啊 可是 你在那个棚子里面看就很没有棒球感 虽然说它外野有一只大鸿鱼 可是就很不看棒球的感觉 觉得可能会给一个E 你同意吗 因为我会觉得棒球就是要有天空 然后这种感觉 可是就很热啊 对他们来说 对啊 整个南边 不是南边就是 某里大 对 东南边 某州这里 他们一定都需要 因为不然会洗掉 对 真的太闷热了 太热了 那球场里面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 不得不说 可是 你在里面你就是感觉有点都走不出去的感觉 就是你走一整圈都长一样的感觉 我没有什么想要直接那一只鸿鱼 对 然后 他们很有趣 他们会摇那个牛鱼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 要干嘛 就是他们的加油方法 都有一个牛鱼在就 还算有趣 可是 一看起来体验来说我觉得 嗯 还行啦 虽然说站在外野的那个洞里面看出去也是 还算特别 可是 就这样 就真的很像在马戏团里面 看一定都会猴子表演 这图片是你看到睡着的意思吗 可能不是 好 应该是 接下来下一个我们去了 今年那个 经典赛决战的场地 马铃鱼 就是Miami Miami我觉得球场好像漂亮 可是球迷很少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 当年外野还是一个那个 不知道在干嘛的那个鱼的那个 机器装置 虽然他现在把它拆掉了 感觉是比较好看一点 那球场真的非常非常的新 很舒服 可是我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印象 就球迷也不多 球迷真的不多 可能给他一个D好了 D很挤了耶 可是D啊 他就是会给他一个D Miami MIA 然后 对就是我们一起去Miami 那时候我记得 就是下大雨 下超大的雨 没错 我还越近了 会去在雨里 对 风雨里的 没错 那是一个 还没有Uber的年代 没有我们搭公车去 搭公车去 那天真的是下了像台风般 一样大的雨 是Literly真的跑了 飞公车 但你知道就是 你会觉得这球好像不会太想要再回去看一次 这种感觉 其实 我觉得我的评分标准是这样 就是我到底会不会 很想要回去这球航再看一次 那你写这些评分标准 我还是不太知道你这标准是什么 就纯粹是以自己觉得 好无标准 好无标准 我就说 我就说好无标准可言 下一个 那个Trip 我们接下来就去了 亚特兰大勇士 对 他们旧的球场 对 这个就是看得出来吧 这个就是很有记忆点 的地方 就是他们那个战俘歌 拳掌在唱的时候 哇 那也是鸡皮疙瘩 然后 他也是在算是美国中间一点球场 就是事情很多 有个大鼓在那边敲敲敲的 然后也是很多东西 然后有牛在 那球场上面啊 真的是等很久 终于等到全场一起唱那个战俘歌 就是觉得很有趣 小时候觉得那兄弟的歌 长到发现靠腰 根本是在抄美国的 那个勇士队的歌 我觉得还算漂亮的球场 就 而且 这个是旧的 我觉得新的 他们盖出来新的球场 一定是更美丽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 值得再去看一次的地方 毕竟新的球场我们还没去过嘛 那 那天也是下一个超级爆干大雨 就是整个 那个 帆布 大帆布全部拉出来 的那个 的那种大雨 那你也送了我们一颗球在这里吗 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对 所以 这个我可能会给 也是给一个 D或C C好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看球是 球迷是蛮认真在看球的 所以 对 会给他们一个C 就球场本身 可能没有到那么漂亮 可是 看球的氛围 我光是那个战歌 全场一起唱 我就可以 给他一个C了 你记得怎么唱吗 你就是不记得 你只记得手要一直这样子 哦哦哦哦好 爪爪爪爪爪 好 那 那 接下来我们去了 星星大体 看红人 红人 我就觉得是一个 外观没有那么漂亮 可是你走进去里面 很美的球场 然后 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 有人给我们一颗他们 赛前捡到BP的球 就是一个 算是叔叔阿姨 他们给我们 就是我人生第一颗拿到BP球 那 他们整个球场让你感觉就是很像 是船 所以外野有一招船 然后外面还有一条河 然后 就 很有趣 就是很 很美国中部的那种很欢乐的气氛 给一个C 吗 C或是B 这个给你选 B吧 C好 给他一个C 就 那个那个 我记得他们有 还有唱歌是唱 Ohio的歌 对对对 Sincinnati Ohio 还有他们中间唱的那个歌也是超中部 你就觉得哇靠 真的是超级莫名其妙很有趣怎么会唱这种歌 可是 那个气氛真的是超级欢乐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了 Pittsburgh Pittsburgh Pirate 那天真的是热到炸掉 可是 不得不说 Pittsburgh Pirate 是 我觉得公认是 全美国前几名漂亮的球场 就我会想要给S或是A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会给A吧 看过我桌上很像巧克力帽去公场 对就是就是就是那一个 外野的那个桥啊 然后整个整个看的那个感觉 就是真的是 就又有天际线又有桥 然后又有河 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全部都有 然后球迷也是真的是非常热情 如果我没记住真的是很热情 但是我们那天真的是热到真的是要疯掉 就让我拿卫生纸 对 然后就把自己这样折住 然后带来太阳衣服 帽子 然后太阳衣服 拿卫生纸 然后就疯狂的在连海 对 超热 可是那球场真的美真的是 而且那桥还有名字 就好像叫什么26 还是什么 反正它有一个那个黄色桥 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很有趣 好 很值得去的 很值得去 而且他们家有就是go box啊什么的也是 很特别 好 好 接下来 你还没有给他名字啊 好 给他一个A好了 给他一个A PIT 接下来我们去了费城 费城 是我人生这30个球场 唯一一个去了迟道 还差点进不去的球场 因为我们在等朋友 然后他坐灰狗巴士什么的 就大迟道 然后我们还买黄牛票进去 因为卖票票口已经不卖票了 我们几场进去的时候不太记得了 你说几局喔 大概四五局才进去 我记得 我现在已经不太印象不太深刻 我就觉得外延那个大宗啊 然后很多那个红砖墙 所以 好不好我觉得 今年应该是可以去再看一次 就是感受一下费城 因为我的印象中 费城球迷也是死铁的那一种 他们2018年 Inner World Series啊 然后Duck啊 然后 应该是要值得去看一下 而且毕竟 他们有全大联盟最红 数一数二红的吉祥物 就是那支Fanatic 就是那个鼻子长长的 很北蓝的那个家伙 就是屁股大大 每次在那边咬屁股 超闹 就是一天到晚在捉弄球迷 第一名就是他 所以 我觉得以 漂亮程度跟那个加油的感觉 我应该会给个B 下一个也是同一个Trip 我们就继续 继续在东岸走 去了 巴蒂摩金银 当年陈伟英 还在的时候 去了球队 巴蒂摩Oreos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 很 很经典的一个 现代跟 就是传统 并在一起的球场 就是它外面那个 旧的工厂的那一排墙 然后又有天际线在那边 然后 就是在城市里面 那整个 整个 给人的感觉就是 啊 看棒球就是应该要 这样子的感觉 它的氛围跟 巴蒂摩Oreos 有点影响 对 对 他们也靠近了 对 就是他们两个的感觉 会有种 可能就是因为旁边 球场旁边有一个 很大的 墙的关系 所以会有一点 很类似的感觉 那我蛮喜欢 金银最大 对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球场 嗯 所以 应该也是给一个 B 吧 对 巴蒂摩Ore 对啊 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球场 然后 就是球迷很friendly啊 然后 很有趣就是他们的那个厕所 那厕所就是说 Oh you are in Berlin 就是 就是一个双关嘛 蛮好笑的 我反而觉得它跟 巴蒂摩Oreos 有点像 跟San Diego 有点像 就是在Downtown里面 然后有这些 房子 然后外野 就是有开一半 给那个墙 比较不像氛围 比较像 巴蒂摩Oreos的感觉 那Trip 最后一站 我们看完巴蒂摩Oreos Nationals Nationals 很有趣就是 看那些 总统跑步嘛 他们的算是 经典的 经典的 活动 就是这些大总统跑步 如此之外 我没有什么 太深的印象 就是它的外野 有一些很有趣的 那些 小的建筑啊 然后它会有一些 就是 毕竟它叫Nationals 所以你真的是到处 它会 就一直放国旗的东西 跑出来啊 然后 什么琵琶琶琶琶的 那 对啊 我觉得 以漂亮程度来说 它也没有什么景色 我觉得可能 借在C跟B中间 可能给一个C好了 对 哇 这样会不会太 要求很高 没有 C 好 那 这是最后一站 就是我们当年 那个Trip的最后一站 就是Washington Nationals 那 那 接下来 就等超久 因为2014年之后 我就跑回去台湾当兵 接下来要等到 2019年的时候 就 我自己跑去了 米尼苏打看Twins Twins也是一个 你知道美国中部嘛 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 给小朋友玩的东西啊 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好啊 那球场也是 就是 其实很新 很漂亮 这样子 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球场 记得 可以去他们的Fans Service 拿 First Game Certificate 这个 这个最后再讲 就 我觉得这球场 就是很新 然后给人家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 我觉得应该也是给C吧 对 所以 双城 会给他一个C 第29个 最后 因为2019年 原本2019年就要结束 可是 接下来就疫情 疫情我们就再也没有旅游了 所以一直要等到去年 2022年的9月 我们就一起去了Houston 就 把最后一个checkbox勾起来 我们去看了太空人 太空人的话 他也是一个 封闭式的球场 所以我觉得 纯润球场就没有那么漂亮 可是 我会觉得他们球迷是真的很热情 然后也都是穿着打扮啊 什么的 就是加油啊 也会让你觉得天哪 他们真的是 很爱很爱就是球队 所以 女生会从耳环 发饰 然后衣服 连包包 鞋子 就都会配合太空人的色系 没错 十分有趣 就只看到的时候 我就想说 你 有效果夸张吗 其实也没有夸张 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说 所以 蛮有趣的 蛮酷的 你应该要讲Orbit吧 哦 对对对我忘记了 太空人被你讲这么无聊啊 太空人 太空人最有趣的就是 刚刚讲说 全大人盟最有名的两个吉祥物 一个是费城的那一只 另外一个就是太空人这一只 太空人 如果没有不知道多红 可以去看我们上一支影片 他所到之处真的跟米老鼠一样 小朋友整个疯掉 然后 在那边拍照 也不管后面有没有在看棒球 后面可能也不在乎 不是不在乎 就是 后面也就是看习惯了 就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 你知道 超级大明星 然后大家在那边跟他 抱来抱去 瘦斯顿的小朋友可能不一定认识 Mickey Mouse 但是他们应该认识Orbit 因为他真的是走到哪里 都被小朋友拦住 然后每个小朋友就是 都抢着要跟他拍照 这件事情会觉得 哇哦 他红成这样吗 你有这种感觉 然后 他的个性就也是 非常北蓝的那一种 他就是会故意抢 比如说 别对的 就是如果你是带别对的 或是不是Huston offshore的那帽子 他们就会 他就会把你那个帽子 然后丢 就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幽默感 就是 你带 比如说你就戴这个帽子 然后他就会把你的帽子拿起来 然后就丢到随便的地方 啊 你可能就之后自己要去捡 或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人 会帮你捡 但 这就是他 就是他会超级讨人厌 可是又令人觉得很可爱的 一只公仔 就很美国 他就会做一些很挑衅的行为 跟球迷互动这样子 给他一个 虽然他是一个作弊对 但 给他一个C好了 你的C跟E都好 C跟D好 对我觉得我的那个 你的标准都换来换去的啊 你一下子是 所以有时候不负责任嘛 所以有时候不负责任嘛 外观建筑漂不漂亮 一下子又是看球体验怎么样 球迷怎么样 就值不值得去 好啊那以上是 我的三十个排名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再 在特别 再开一集讲 就是说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有这个梦想 想要 做这件事情的话 有哪些小PayPal 比如说 什么东西要拿的 像First Game Certificate 然后有什么东西 是一定要做的 去哪里买票 要怎么挑座位 要怎么省钱 就是这些小PayPal 小Mega 怎么去规划 然后比如说 要怎么去找说 有送东西的 的场次 我觉得这些可以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个言 让我们知道 然后说明可以再 特别拉一集出来 讲这些 那种小诀窍 小PayPal 好不好 好那 以上是我的排名啦 那 我不知道欸 如果你排名 你觉得自己 你应该去过十几个了 你自己最有 我觉得这样讲好了 你最想回去的球场 是哪几个 14个 大概去过14个 快要一半了 你觉得你最想要回去 再看一次的是什么 嗯 我真的蛮喜欢 Pittsburgh的啊 嗯 就是他真的 我到现在都还是会 很久 我记得那座 就是他会让我觉得很像 在乐高 里面 他整个抽唱 很像是乐高做的 然后 他长得很像 巧克力冒险工厂 对 但是 其他就 还好吧 没有特别 你如果要我说 我觉得最漂亮 我觉得他 他真的会很漂亮 虽然我很喜欢杨基 但我喜欢杨基 是因为我喜欢纽约 我刚才也跟球队本身 其实没有太多的连结 好啦 那以上算是我们 30个球场最终心得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的也可以都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再出一集 30个球场Q&A 欸 这个是一个 多么 多么 重要的一个 里程碑 你这三个球场用了10 15年 对 很多东西说不定都是out of dates 好吗 所以才要更新一下 好不好 好 然后 最后啊 那个抽奖好不好 抽奖 要留什么言 我不知道 一人一信 我知道了 就是 全力支持 杰米 收集完 30个球场 怎么样 不错吧 他现在已经一半了 好不好 好 就这样子 不要太长了 支持杰米 收集完 30个球场 就这样 好不好 留这个言在下面 或者是其他 李可可皮吧 对不对 或是什么心得 都可以 我们就会 挑人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 从美国寄回来 寄回去台湾给大家 好不好 我不想要收集米其林 30颗星星 我不想要收集 30个球场 那吃进去就没了 这都是很好的回忆 好不好 而且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认识美国的方法 对啊 因为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到 每一个球场的球迷 去看球赛的心情 跟他们的服装打扮啊 他们的生活方式 就是 很有趣 对 就完全不一样 你讲不太出来 但你可能仔细去看的话 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啊 可是就是 当你 去到一定 去到够多球场的时候 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就说 这球场是属于比较 休闲的球场 或是 这球场可能是一个比较 你知道球迷比较认真看球的球场 那是 你走进去你就会感受到的不同 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件事情 我也不会去过美国 这么多个州 或者这么多的城市 也会没事去美国 你告诉我 谁 你不要这样子呛别人 我不是在呛 我只是说 不会有人没事去这些地方 对 所以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蛮好 就是让自己 多去 出去看看 就认识美国的地方 我觉得 去各个球场 就是我认识美国的方式 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体验 你在加州 哪里家 待久了以后 因为这里的亚洲人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白人看到亚洲人 其实也不会有 太多的感觉 因为他就觉得 反正就是东西岸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尤其是在大城市 可是像我们这一次 去休斯顿的时候 其实休斯顿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但是我也可以感觉得到 那里的华人 真的有稍微少一点点 所以 像我们有时候 可能在一个超市 或是在餐厅 然后你就发现 就是 We are the only Asians 然后你就觉得 突然会有一点点 我啦 我内心会一点点的 会有一小咪咪的不自在 但就是觉得说 这其实可能是一件 比较正常的事情 因为毕竟其实是在美国 美国本来 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亚洲人 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说 对不对 但就是你在加州待久了 你就会觉得 哇哦 就是其他城市好白哦 这样子 没错 然后各个球场 都有他们自己吸引 球迷进场的方法 像 我觉得我们去Miami的时候 就有Dog Day 就是你可以带狗狗进去 然后我忘记去哪个球场 他们 那个球迷的 像 最常见的就是Kiss Camp 可是他们有什么 星巴Camp 就是叫你把 就把小孩这样 就把他这样抬起来 抬起来 那是美人 对对对 就开始那边唱这些歌 或是秀姬友的Camp 秀姬友Camp 或者是Celebrity Camp 就是他们会随便找一个路人 然后去 去比对 比如说找一个 哦这男人可能很帅 他就拉一张 那个李奥纳多的照片 哦他们两个是不是很像什么的 或是一个西部牛仔的人 对对 他就会找一个西部牛仔的明星 然后他就会比对 然后 美国人都会很给面子 就是很会炒热气 所以那就这样 对 或者是小朋友Dance Camp 就是看到一些小朋友 他们是超级 卖力的 对 浑身刺劲的在那边跳 我就为了要上Camp 因为他们觉得 哇我妈我上边死了 就那种感觉 这一集就这样咯 如果好不好 再跟大家讲一次 那个 要留言叫做 全力支持Jamie 收集30个球场 好 然后 就这样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 到时候收集收集 说明可以再拍一集 给大家知道 嗯 好啦 然后我们今年回来 会去 会去东岸 所以应该会 再去看一下大都会 然后再去看一下废城 羊姬就想想看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就这样咯 谢谢旁边的小助理 那最后 再快速复习一次 这是我们最后的榜单 登登 订个格好了 登登 就这样 我们就 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这就是我们 这个月 来的第二次 Dodgy 可是这是 O-Star Game 不一样 这是O-Star Game 不一样啊 那我给大家猜一下 这件衣服多少钱 我刚有拍到价格吗 没有 那你猜一下 120 好 多少钱 300 Oh my god